Hello 大家好 我是馬友 我是Tiff 今天我們又跟Marie Claire一起合作 拍這個購物狂出城班 如果想看我們介紹這些袋子 就繼續看下去啦 很多袋啊很多袋啊 我們第一個說的 不如先說Celine 因為我覺得它的價錢是比較友善的 這個Triangle Bag 我覺得很棒 它的皮是不同的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是牛皮 所以你怎麼刮都不會化 如果這個其實是比較容易刮花的 還有它軟一點的皮 真的好看大家自己的選擇是怎樣 還有它的袋 我覺得它的設計是很好的 因為其實它的袋是放到超級多東西 超方便 還有它是Magnet 是啊 它這裡有磁石位 而且這條袋是可以安裝的 拿這個袋子 很好的 而且重點是這個袋是不貴的 你知道多少錢呢? 998 你加了這個價錢 是啊 它是9千多元 就是在1萬元裡面已經買到 就是我覺得現在Ciceline 這麼Hit的時候 就是1萬元以下買到一個 這麼有設計感的袋的時候 我覺得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還有 是不是你跟我說過 這個皮會越來越難 是啊 沒錯 是不是真的呢? 我聽說過 就是它的這個 海旋門的這個Print Monogram Monogram 接下來是會越來越難買的 還有 在歐洲是要配貨才買到 那是否呢? 好啦 那究竟這個袋子呢 可以安裝到多少東西呢? 我們現在即場示範給大家看 咦? 我們有Tiff的 首先 麵條 Oh my god 哈哈哈 沒問題啦 相機應該不行啦 相機就... 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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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擺到的 咦? 裝到的 都說它好裝的啦 相機 粉餅 粉餅 塞了一些錢的那些 其實都真的 菜菜有魚 Good 啊? 挺實用的 買 好啦 下一個了 就是Fenny 就是這個 Mini Baguette Baguette是1977年推出的款式來的 它搭配的這個 中式的Fritigo的FF Logo 再加上它配上這個FF的這個扣的 咦? 即它這個賣點是一個肩膀 但是其實呢 即它雖然是一個扣包 是可以 拆出來 那做一個 袋子 Oh my god Hello Everybody 它變了一個clutch 啊 什麼? 我感覺到它的容量呢 都...雖然看起來很小 好像手掌那麼大 但其實買了很多東西 它真的蠻漂亮的 說真的 我是... 我自己是... 從來都沒有買過Fendi 袋子 但是我覺得Fendi 是越來越... 越來越漂亮的 即是我覺得是越來越年輕 和...型的 我覺得 所以... 今天都蠻想跟大家講的一個袋 那究竟這個袋 裝到多少東西呢? 咦? 看來這個... 裝相機都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咦? 然後呢? 我不明白為什麼你會帶一支miss出家 但anyway 但是... 你要出海嘛 或者你去滑浪呢 你可能要保濕 那樣 好冒涼啊? 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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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Sunshine呢? 其實它在2020年春夏的時候呢 就出的 但是它是出... 一個shopper bag 真的很大的 嗯 然後呢? 它下一季呢? 出了一個... 中 size 嗯 那今年呢? 它就出... 我們最喜歡的mini袋 而且它的材料呢? 是用天然的稻草去做出來的 好漂亮啊 而且呢? 它的手環呢? 是硬的 是呀 一個黑色的七起手柄 而且呢? 這個袋呢? 我覺得挺正的 它有一個藍色的 它有一個babyblue的邊的顏色 我覺得這個顏色也挺... 有Summer的感覺 而且挺新的感覺 而且呢? 它這個袋呢? 是有一個肩帶在裡面的 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這個袋呢? 是可以尺寸的 而且都是... 有沒有可以做一點的? 有 有啊 它有夠長短的 有啊 這邊有夠長短的 對,有夠長短的 哎呀! 好可愛啊 而且呢 這個袋呢? 也挺中性的 就算是男生什麼都挺好看 而且還有一種Summer的感覺 如果大家呢? 喜歡這個袋呢? 是... 口可以關起來的話呢? 這個袋就不適合你了 但是呢? 如果你是喜歡這些袋 就是... 找東西方便啊 一下子就找到那些袋裡面的東西的話 這個就很適合你了 那這個袋子究竟放到多少東西呢? 相機 嗯 哇! 多方便 這個這樣 沒問題 面條 沒問題 唇膏 哇! 這個袋子裝到最多東西了 唇膏 哇! 這個袋子裝到很多東西 沒有東西裝了 沒有了 把電話 哇! 裝完都不覺得袋子裝了很多東西 但其實裝了超級多東西 啊! Sorry Woo! 另外有一個袋子 跟Fanny袋子很接近的 就是這個Prada袋子 他們兩者之間有一個分別就是 尺寸有少許不同 你會看到Prada這個是 再大一點 重量上呢 雖然呢 這個 有一個金屬的扣子 但是呢 因為Prada這個是全皮的關係 是輕輕地 還滴滴 相信這個袋子 也是跟剛才Fanny一樣 都是很可以裝的 如果放到這本書就厲害了 噢! 放在這裡 放在這裡 真的可能不是這本 不是一本硬 噢! 放在這裡 整本書都可以裝到 非常好 好了,最後兩個呢 就是Miu Miu 還有 Loewe 那這個呢 是來自於Miu Miu的 叫做 Bell Nappa Leather Mini Bag 那這個袋子呢 就是比較 Elegant Feminine 的一個Mini Bag 那它呢 那個袋子呢 都是比較 幼細 金屬 那樣的感覺 那還有呢 它也有 它一台的 Pattern 那它的形狀呢 就有少許像一個 散紙包的感覺 一個大型的散紙包 那它呢 整個手工呢 是做得很Smooth的 就是它的開關呢 是很舒服啦 你不會要很大力拍還是怎樣 但是它又 合起來之後呢 又關得很實 那它是一個 手工很好的一個設計袋來的 然後就是這個 露威威 露威威 最喜歡的露威威 這個顏色不得了 我覺得露威威那些顏色 不得了做得不錯 這個是2021年 秋冬的系列來的 那它有不同的尺寸 XL Nano 那平時的XL 那就是大家很多時候 你會看到 那些人去旅行的時候 很喜歡用的一個選擇 那終於有一個 小的版本了 那Nano的這個款 有很多不同顏色的 有粉紅色 桃紅色 芥黃色 亂綠色 米白色 就是很多鮮色的選擇 那因為它是細袋的關係 所以它鮮色上就會更加 覺得很QQ的感覺 這個打結的設計 其實是Jonathan Anderson 在2014年設計的一個款式來的 那這個就從之後就變成了 Loevee的一個 classic的一個設計 沒錯啦 那今天呢 要講的mini bag set 就來到這裡了 那大家記得 選擇你的袋子的時候 都要想一下 究竟它能否安裝到 你日常生活 要帶出去的東西 那還有呢 究竟它的款式 是否真的適合你不同的裝束 知道嗎 好啦 那我現在準備 就要抓住Tiff 去她家 就看一下究竟 它有什麼袋子的珍藏 跟大家分享 如果大家想看 就記得留意啦 好啦 大家記得要訂閱頻道 還有留意 Subscribe 留意購物狂速成班 好的影片再見 拜拜